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板球世界杯历史上 英格兰对阿富汗的比赛在最大的冷门之中排名如何 对于鲁迪鲍尔、马尔基菲尔斯和其他少用球员来说 教练达尔科、拉亚科维奇的信任和积极氛围是一个受欢迎的重启 布莱斯、哈珀在费城费城人队 击败亚利桑那钻石贝蛇队的国家联盟冠军系列赛第一场比赛中 以一支拳雷打庆祝自己的生日 2023年板球世界杯奖金 冠军能赚多少钱 跟随新西兰对阿富汗的实时更新 请大家收看 在板球世界杯历史上 英格兰对阿富汗的比赛在最大的冷门之中排名如何 英国独立报 阿富汗在2023年国际板球理事会世界杯中 战胜英格兰被认为是一次重大的冷门 阿富汗之前只赢过一场世界杯比赛 并以这场胜利结束了他们14场连败的记录 文章还强调了板球世界杯历史上的其他四次重大冷门 包括印度在1983年击败西印度群岛 金巴布韦在1992年击败英格兰 肯尼亚在1996年击败西印度群岛 以及爱尔兰在2011年击败英格兰 这些比赛展示了比赛的不可预测性和激动人心 对于鲁迪鲍尔 马尔基菲尔斯和其他少用球员来说 教练达尔科 拉雅克维奇的信任和积极氛围是一个受欢迎的重启 多伦多星报 多伦多猛龙 本赛季最有趣的对决将是两位教练之间的较量 据星报的道格 史密斯称 前猛龙队主教练尼克 纳斯将与他的继任者达尔科 拉雅科维奇对决 后者认为猛龙队还有未被发掘的才华 纳斯过去一直使用NBA中最短的替补席 每场比赛只使用几名球员 而拉雅科维奇计划采用十人轮换 给更多球员展示自己的机会 他们意见不合的主要例子是 马拉奇 弗林 拉雅科维奇认为他有很大的潜力 然而 弗林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 平淡无奇 还没有证明自己是一个有效的投篮手或组织者 拉雅科维奇指望他的教练技巧 帮助像弗林这样的球员提高 目前尚不清楚到赛季结束时 谁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布莱斯 哈珀在费城费城人队 击败亚利桑那钻石被蛇队的国家联盟冠军系列赛第一场比赛中 以一支拳雷打庆祝自己的生日 CNN 布莱斯 哈珀在费城费城人队以5比3战胜亚利桑那钻石被队的国家联盟冠军系列赛第一场比赛中 庆祝他的31岁生日 哈珀在到达本雷板时 举起一只手上的三根手指和另一只手上的一根手指 假装像吹蜡烛一样吹灭他们 这是他在季后赛中的第四个本雷打 队友尼克 卡斯特拉诺斯也在三场季后赛比赛中打出了他的第五个本雷打 成为大联盟历史上第二位做到这一点的球员 费城人队在三场季后赛比赛中打出了12个本雷打 创下了记录 2023年板球世界杯奖金 冠军能赚多少钱 英国独立报 国际板球理事会 ICC 已为2023年板球世界杯分配了总计1000万美元的奖金 世界杯决赛的冠军将获得400万美元 亚军将获得200万美元 败者组的半决赛选手将各自获得80万美元 而小组赛阶段被淘汰的其他六支球队将获得保证的10万美元 每场小组赛的胜者还有额外的4万美元奖金 这个奖金与2019年的上一届比赛相同 并且比2015年的比赛有所增加 跟随新西兰对阿富汗的实时更新 英国独立报 本文简要介绍了国际板球的不同比赛形式 国际板球理事会测试锦标赛是一个为期两年的比赛 有9支球队参加 新西兰在2021年首届比赛中获胜 50超级世界杯自1975年开始举办 澳大利亚是最成功的球队 赢得了5次冠军 最短的比赛形式是20-20 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并举办了几场高额奖金的比赛 澳大利亚是20-20板球的未免世界冠军 文章还提到新西兰对阵阿富汗的一日国际比赛 有现场直播 威根队队长利亚姆 法雷尔重返英格兰队参加与汤家的测试系列赛 英国独立报 威根Warriors队长利亚姆 法雷尔 利亚·菲瑞尔 已被列入英格兰队参加即将到来的 对汤家的三场测试系列赛 这是法雷尔自2021年以来首次入选英格兰队 因为他因膝盖受伤错过了去年的世界杯 除了法雷尔之外 威根Warriors队还有其他四名球员入选了英格兰队 他们分别是泰勒·杜普里 泰勒·杜普里·泰勒·杜普里·托比·金·托比·庆 和哈里·史密斯·哈里·史密斯·哈里·史密斯 尽管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 队长正在等待纪律仲裁结果 可能会使他在系列赛的一部分 或全部时间内无法参加比赛 但他也被列入了英格兰队 该队还包括卡塔兰边风 汤姆·约翰斯顿 Tom Johnstone 圣海伦斯后卫杰克 维尔斯比 Jack Wellsby 和利一 Lee 前锋·罗比 穆勒恩 Robbie-Mohan 等球员 英格兰教练肖恩 维恩 Sean Wing 对入选系列赛的24名球员表示满意 并认为他们都是国家的值得代表的人 对汤家的三场测试系列赛 将于周日在完全圣人球场开始 奥斯卡得主杨子琼 当选国际奥委会成员 美联社 奥斯卡获奖演员杨子琼 当选国际奥委会 IOC 成员 杨子琼与联合国有联系 是国际道路安全活动家 以67票对9票当选 IOC还选出了其他7名成员 使成员总数达到107人 成员的工作包括批准未来的奥运会主办城市 并有可能修改奥运规则 例如允许 IOC主席托马斯 巴赫在目前的12年任期限制之外 寻求第三个任期 迈克 约翰斯顿警告荷兰 爱尔兰希望以高水平结束 英国独立报 24岁的凯尔特人边峰迈克 约翰斯顿警告荷兰 不要低估爱尔兰共和国 因为荷兰正试图晋级2024年欧洲杯 如果荷兰队在下个月的B组比赛中 击败爱尔兰共和国和直布罗陀 他们将晋级决赛 瑞典球员乘坐通宵航班回国 在比利时枪击事件后开始返回俱乐部 美联社 瑞典国家队球员在周二返回俱乐部 此前 他们的欧洲杯预选赛对阵比利时 因布鲁塞尔枪击事件而被暂停 比赛在半场结束前被终止 因为一名枪手在比赛开始前 杀害了两名瑞典国民 目前尚不清楚 比赛是否会在以后的日期完成 瑞典球员获准离开国王报度安体育场 并在获得许可后飞回瑞典 球队直接前往机场 所有瑞典支持者入住的酒店 都有警察保护 柯林和维恩 鲁尼婚姻的时间线 英国独立报 这周 迪士尼家将播出一部关于柯林 鲁尼生活和婚姻的三部曲纪录片 这部名为柯林 鲁尼 真实的瓦吉萨故事的系列片 围绕着鲁尼在推特上发表的 关于其他足球明星妻子和女友 Web 瑞贝卡 瓦尔迪的推文 以及随后的诽谤审判展开 该系列片还将探讨鲁尼嫁给足球运动员 维恩 鲁尼后的名声崛起 以及由于对维恩的出轨指控而导致的公开关系困境 纪录片将深入探讨这对夫妇的关系时间线 他们从12岁开始相识 两人在16岁时开始约会 并于2008年结婚 他们后来共遇有四个孩子 在他们的关系中 维恩面临过多次出轨指控 包括去妓院和与性工作者油染 2017年 他因酒后驾驶被逮捕并被控罪 这几乎推动了这对夫妇走到了分手的边缘 该系列片还将涵盖臭名昭著的 Why is up Christie丑闻 柯林公开指责瓦尔迪向媒体泄露 有关他个人生活的故事 瓦尔迪否认了这些指控 并对鲁尼提起了诽谤诉讼 审判于2022年5月进行 法官判决支持鲁尼 瓦尔迪被命令支付鲁尼大部分的法律费用 在发布纪录片之前的采访中 鲁尼为他与维恩的关系辩护 表示尽管有起伏 但他们之间始终有爱 他还承认他们的困境在公众眼中得以展现 但他认为诚实和透明在一段关系中是必不可少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是板球世界杯的历史冷门 阿富汗战胜英格兰被认为是一次重大的冷门 这也展示了比赛的不可预测性和激动人心 接下来是多伦多猛龙队的教练 拉雅科维奇的新策略 他计划采用十人轮换 给更多球员展示自己的机会 然后是费城人队的布莱斯 哈珀在生日比赛中打出的本雷打 他真是个有趣的方式 庆祝生日呢 接下来是板球世界杯的奖金 冠军将赢得400万美元 这可不是小数目哦 然后是一些板球比赛的实时更新 让我们跟随比赛的脚步 然后是英格兰队的利亚姆 法雷尔重返队伍 他的回归将为英格兰队带来一些新的元素 接下来是奥斯卡得主杨子琼 当选国际奥委会成员 这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然后是迈克 约翰斯顿对荷兰的警告 爱尔兰希望以高水平结束比赛 接下来是瑞典球员因比利时枪击事件 提前返回俱乐部 这是一次令人心痛的事件 最后是关于柯林和维恩 鲁尼婚姻的纪录片 这将是一个令人期待的故事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真是五花八门 有板球比赛的冷门 有球队教练的新策略 还有一些明星的故事 不过 无论是板球比赛 还是明星故事 都充满了不可预测性 和激动人心的元素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 运动的魅力 和人性的复杂性 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这些新闻 也欢迎大家留言参与讨论 告诉我 你们对这些新闻的看法和想法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